同时要呼吁有子票呢 这回都要返乡去投票 许前九天 民进党六个执政县市的首长 今天他们齐聚一堂 呼吁在外地的青年学子返乡投票 因为上个礼拜六 1月14号选举就在大学的期末考前几天 论直疑这是马政府的精心算计 让有子回家投票会有疑虑 因为还在考试 但是呢有子票可不能少 因为民进党估计有有子票 大概有30万到40万张票 他们认为选经这么紧绷 每一张票都是关键 返乡投票 现金未来 民进党执政六个县市场 齐聚一堂 举牌呼吁七年学子返乡投票 努力催票就是因为 投票时间点太敏感 在期末考 然后我们发现 1月14号距离我们农历春节 又是很时间非常接近 我们在这里只有请大家 如果这是当权责 他精心设计 那我们就千万不能上当 我觉得马政府实在是心机重重 那么设下各种的谋略 我觉得非常不可取 这一次台湾的未来 对你的未来更重要 因为我们不希望你将来的同学会 到北京去看 是来自宜兰县的李峰鼎 25岁在台北工作 拿出车票 手头组也站出来喊话 要同学们别忘了 抽空回老家投票 只是选举1月14号 正巧碰上大学期末考前 绿营质疑时间点 让游子返乡投票意愿有疑虑 因为这一票就差了 30到40万张的关键票 游子票不能少 民进党推出酷手文学 帮大家出点子 计划回家的路 可以骑机车 或者骑脚踏车 更可以双脚走回家 不过纯属娱乐 倒是发放文宣的现场 由10位小婴女孩初级沿路发送 在选战最后时刻 街头动员 拉抬民进党的选情 三立新闻 蔡静云文凯臣 SNG小组